做完了稀釋之後 下一個類型就是所謂的混合 倒在一起 倒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把這一杯跟這一杯混在一起 無敏濃度有多大 要跟妳講過了 基本上糖水加糖水 糖會變 水會變 糖水也會變 沒有人不變 但是公式不會變 反正就是分母棒容易質量 分子棒溶子質量 然後質量可加成 原來糖水這個100那個200 就加起來又變成300 溶子糖這個50 那個2就要變成52就可以了 就加起來就退了 那重點是怎麼算溶子 這裡的通常題目裡面 溶液質量都有給 但是沒有給溶子質量 所以又回到我們剛剛講過的 那個重要的題型叫做 如何計算溶子質量 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質量可加成 加起來就好 然後溶子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我們就混合 前面這一塊就是 這一杯的溶液質量成濃度 還有那一杯的溶液質量成濃度 然後把它加起來 再除後面的兩個溶液質量加起來 兩個溶液質量加起來 這數學上做一做答案就OK了 所以答案應該算是26% 所以答案是26% 是混合的題目 混合的題型 OK 那所以各位練習一下下一題 我講過的基本上就是 除了數字不一樣 想法都一樣 這個有15% 200克 百分之六一百克 倒在一起 請問你混合的濃度有多大 那就是溶液加起來 溶液加起來 再去除它就好 重點是怎麼算溶液質量 溶液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一杯的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算出這一杯的溶液 那一杯的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算出那一杯的溶液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就OK了 再把它加起來就OK了 好 請問 你的答案是多少 不在 言和廷 你的答案是多少 發呆沒算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人要解救你 12 12 你說12 你說12 加起來 質量加起來 重點是溶液質量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兩杯去分別成 然後加起來 然後再去除溶液質量加起來 就這樣 兩杯分別成 然後把它加起來 除以溶液質量加起來 所以算出來叫做 12% 好 下一題 也是一樣 變成想配成這樣子 要加什麼 要加什麼東西 多少 說過了 小小的做一些改變 但基本上的想法跟劣勢是一樣 基本的想法跟劣勢相同 只是小小的做了一點點變化而已 好 也是一樣 可能劣勢就這樣 但是位置數的位置 稍有不同 位置數的位置 稍有不同而已 請問你 這個答案 應該是多少 剛才是沿河題 剛才是沿河題 對不對 派了嗎 答案 你如果要補爛就不要講話 我說如果你要補爛就不要跟我講話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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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了啦 3 2 1 坐吧 坐下吧 我們說過想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質量加起來 重點是溶質質量 我們質量呈百分之濃度 你只是設的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算式的樣子基本上是一樣的 最後是要百分之二十五 這邊正確寫尾巴要呈百分之一百 他才會算百分之二十五 不過你們通常都沒有那麼挑剔 然後呢 就是這一杯 百分之二十一百克 另外一個不知道多少克的百分之三十五 但是都是溶液質量呈百分濃度 算出那一杯的溶子 然後加起來去除 溶液加起來 那就是位置數外 換位置不同而已 我剛才講過正確寫 後面要呈百分之一百 他才會減低百分之二十五 然後就是列式啊 算一算就算就是五十克 所以答案就是五十克 就這樣子就好 這就是所謂的混合的提醒 所以前面做了一個稀釋 然後再來做個混合 這是一個幾個 我們常常容易考的提醒 就是這樣子 OK嗎 OK OK